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公司给我出的钱 你是有活干吗 对 做今天的节目嘛 要不然我怎么交代呢 对不对 现在每说一句话都在付飞机票的钱 还有酒店的 当然公司找的酒店就不是很好的条件 但是甲公祭司去朝圣 也算是朝圣吧 这个皇宫旺嘛 就是被称为说中国书画里的这个蓝亭嘛 哎呦我的天哪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台北故宫博物院你知道吗 我六点半 他们说晚上六点半 不是晚上 说白天人山人海排队就看这个话 晚上 晚上说六点半以后啊 开到八点半周末 开到晚上八点半 这样的话说晚上他们都吃晚饭了 没人排队 朋友说那个时候去看 好 我就去看 排了两个小时的队 人家博物馆做工作 我发现人家这个服务啊做得很细致 你一来啪就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就过来了 说啊您现在在这排您自己考虑一下这个队啊要两个小时啊 我说两个小时六点半到八点半不是该走人了都是啊 也就看一会儿人家说你排不排啊排排两个小时看十五分钟 那么多的人他他是只有六米多长的这个画画卷吧 画画这么贴着这么看 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都不到五六分钟后面赶着这么 他赶着赶着哎前面的走一走前面的走一走前面走一走后面还要看 像去看那个大熊猫啊或什么是那种那种速度嘛就等人在香港没错 就这么看了一会儿最后的晚餐也是这样 我那个时候记得在门口排一个多小时 然后进去呢他是让你在里面待好像十十分钟还是 蒙娜丽莎也是 但是呢就是所以我也到就有机会啊听他们周围聊天嘛等待的期间就聊天 我就觉得啊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想尽办法讲一些能够吸引你吸引游客去看的故事 嗯对吧比如说哎呀这咱那听的耳朵都长油了就是什么这个人呢什么吴鸿玉太喜欢了临死前呢要烧了他把让他跟他陪葬 结果他侄子以甲换针扔了个假的把针的换出来所以烧成了两截儿对所以今天看到的就是圣山土和城 从此现在变成两岸的一个佳化 两岸佳化 所以你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啊我就发现了上应天数的事啊往往是个相反的关系相反 比如说啊如果假不假是真拿这个当成一个象征的话 嗯从这个土地面积上讲啊圣山土本来比较符合台湾的体量对吧 吴勇诗卷呢本来应该比较符合大陆的体量但是你知道命数就是这样 调诡他常常大部分在台北他常常反过来就是说最小的一段呢在大陆 他最大的一段呢这个圣山土的五十几公分是吧就这么大就这么大很窄就这么一块啊对 对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 当然呢呃呃呃还有一些人就是讲了你看那个小人 小人小人看见了这钓鱼呢是吧哈 就是一切的都在呃 包括我以前去故宫博物院看的那个就是宋画就是帆宽的这个西山行旅图 也是这导游领的这个游客在找你看见看见那个帆宽两个字吗 大家找哎在那个树葱里在什么地方啊啊找着了很开心对吧 这个大众话大众话 那像是不会看清明商货电子版清明商货图一样 对啊然后咱们凤凰很多的节目就在呃讲啊这个画的这个这个历史啊 它的象征两岸的这种不管是各种两岸一家亲的种种种意义啊都讲了很多很多这种传奇故事啊 这个都非常好你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你去看那总是好的对吧 但是呢我未免呢也会觉得就是说这个真正的本呢你要去看千里迢迢万里迢迢 你要能欣赏你要真能欣赏啊那是有福气的人对吧那你不能真欣赏呢说实在话看看也很好可惜无缘对面不相识 嗯有的人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啊你比如有些人他真懂的人呢让我的一些老师们他可能从北京专门去看对吧那这千里隔着一千里我也去看 可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这个学习的人对吧你比如普通的很多台北市民那么也去看这是一件盛事对吧 可是毕竟照我个人的感觉你是无缘对面不相识啊就是说那你看你觉得好吗好在哪呢 但要没有专家告诉我们我们哪分得出来啊对对不对啊别说我们了那不那个那个乾隆那个 这个论文以后两百年那么多画家都在后面都这个真假那个叫仇 那个紫名券 跟无用识券 这个乾隆还说这个无用识券好 访得好对不对他也说是好画 访得好当时朝廷上下这个举国精英当时中国GDP全世界第一一流超级大国 谁说一句什么然后两百年大家还不都是这样对着眼看 直到今天到了民国的时候 才有人说哦原来这个是真这个是假 我看这些话的时候啊我说实在话我常常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反省 不看旁边的说明你你哪知道是莫奈跟一个名字差不多拼错一个字 我我我我搞错了以为他是莫奈欣赏半天 他不是莫奈哦他是另外一个人 哦我对他的信仰就是你看我们的水平就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没有知识啊就觉得自己 闻闻闻闻到你你你你对这件盛事怎么看 我没什么特别看法因为当然我也很想去看这个所谓合避起来是怎么样 嗯但是因为无用识券我以前就看过那在台北在台北就看过 那我当然这回合起来我现在觉得这事有点被炒成是一个社会事件政治事件 嗯多于是一个文化上的什么东西了嗯就如果你真的要欣赏黄光旺这幅画的话 我倒觉得呃就算分开两边两边各自去看了嗯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分别 他无用识券是三米多是吧对六米多六米多一个是半米就是等于是比例是这样的 在这烧烧烧成两段但这个根本就我个人觉得这个就真的是无所谓 就像现在徐老师说的我跟你说我就有时候觉得 咱们这个世界啊很悲哀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大多数的问题 为什么啊各行各业的老师傅都能告诉你 不管哪一个事情真正懂的总是少数人嗯大部分人我们 都是热闹都是终其一生啊蒙蒙隆隆你比如说啊我们说谁是中国最好的画家 我们知道有几个名字可是我告诉你懂的人他知道他不是啊他是七十道明啊 可是呢大多数人就有这么悲哀啊就觉得哎呀那他是最中国最牛牛的画家 你一辈子就在这个片子里面你知道吗好好比你刚才说你说这个乾隆 实际上这董行的老师跟我讲的乾隆真正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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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光啊 比不过康熙比不过雍正啊嗯他只不过算是一个什么呢 集大成的他感兴趣他编书而且他是大张旗鼓 而且他他怎么和合成对吧但是真正他这个鉴赏鉴定他的这个眼光 见底未必比得过康熙雍正康熙雍正收的东西很多行家看起来那是眼光很高的 所以你看没有人告诉你你也是不知道你就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懂书画的那就是乾隆吧 嗯对吧所以很多秘武咱们先去上广告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我说的这个人五人六的好像是感觉我懂似的其实我不懂我我也是外行对吧可是呢我喜欢我感兴趣 所以文道就是我讲句良心话我觉得我现在最近就上点岁数我经常想啊 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其实不是桃花运桃花都是节最后都是节不是桃花运 我想我这辈子最大的这个幸运呢是什么呢 我认识了这么一些个朋友嗯这这个朋友呢是中国乃至于世界啊第一流的画家第一流的收藏家啊第一流的文学家这是第一流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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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人啊 就是哎这这种第一流的哎承蒙他们不弃啊就是有的输有的签有的远有的近但都还把我当个朋友我就跟他们呢学习了很多受到很多就是我觉得我生命中要是没有这样一些个良师亦有的话我现在过的生活跟猪没有什么两样的就是胡吃闷睡嘛对吧也是就就是我就觉得经常跟他们在一起啊能够对我有一个熏陶让我对这些东西有兴趣 就是在北京就跟他一起去一个朋友家里熬啊熬啊熬啊熬到半夜十二点多钟就是为了看一幅真迹嗯我我真是没他那么大的兴趣他就在那跟主人熬啊熬啊熬啊熬到最后给我们看那一幅拍卖来的那个那个对不对所以因为我是个外行我是个门外汉哈所以呢你看我但是咱干的又是特别通俗的事情对吧我老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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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良的不不不不不就是什么什么不不情之情而一个什么企图 我老觉得就是说清静不是不是就有没有可能哈哎把我感到的这个美感嗯呃就是能让就像我一样的门外汉呢嗯也能明白就是你你能吗就是也大家也能明白一点虽然可能明白一点点嗯但是也很好所以我在看这个的时候咱也是带着任务去的嘛 要不然凤凤凰不给报销路费啊嗯对吧我就在说我说这个傅成人机图我怎么样能够跟这个人们是嗯说一说嗯他好在什么地方嗯可是我后来发现啊没有语言就是而且呢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系统这是一个这是一段历史啊嗯就等于说如果你不了解西方油画史恐怕你都很难去欣赏什么毕加索对吧这不是单讲一幅画好看不好看对 对嘛黄光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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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我能看出原作这个真迹和仿作有高低 有不同 所以我就试着把这个照片拿出来 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出有不同 咱不用讲更多的 对吧 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沈州 明朝的画家沈州 沈州也曾经收藏过傅城山基图 傅城山基图 傅城山基图之后 沈州很冤 把这个画给一个朋友去提字 结果朋友的那个儿子 那个逆子就拿去卖了 沈州很气愤 所以说我也买不回来了 买不回来 你想爱到什么程度 思念呢 思念呢 只得自己啊 默写靠着记忆 把他自己画了 几米长 很有名的这是 画 但是你一看 他跟原作 境界上 那可真是 元代和明代的区别 你可以看看这这这第一章 哎 咱们可以看看 左边的是原作 你看 就是画的就算同一座山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笔触用笔啊 这个笔触啊 你看左边的 这叫形容为叫平淡天真呢 他有一种消散 哎 有一种什么意境啊 右边的你看沈州的这个呢 他就比较浓 比较湿 比较湿润啊 而且说实在的 我觉得在神韵上啊 不如左边的这个看着那么样的这个这个应该用什么形容词呢 而且甚至我觉得还不如沈州平常自己画的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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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想到要访人家反而还画的不如他自己平常的画 你看左边这个就这个这个淡然对吧就是你看你再有一个呢是呃第二个我们来看看 就是呃呃这个这个呢是明朝的呃一个画家叫张红的啊呃也是仿作 左边的是真的左边的是黄公望这个无用识卷啊 右边的你看同样的画山的这种这种叫批麻村呢 就是他勾勒是个山的皱褶的这种呃像像麻麻批像麻一样的这样批麻的这个这个这个村法啊 你看右边的明代画家的这个和左边的这个呢就差点差点点意思 但是差点什么意思呢 我也说不出来 哈哈哈再再看跌跌跌跌跌三个你看这个你注意左边画面的右右脚右脚就是水和山相接的部分啊和右边画面的左脚也是山和水相接的部分 左边是真的右边呢是乾隆认为是真的那个子明卷嗯那么你要仔细看在电视太太糟的东西就是咱要仔细看咱能看出 我觉得啊左边的这个无用石卷呢水和山衔接的关系更自然嗯右边的这个子明卷呢呃山和水之间的这个衔接啊显得有点粗帅就是就是就不够呃不够自然 但是呢呃有一个人考证也有这种说法两个有可能都是黄公望画的嗯因为就像画坟本就是他们说就是有草稿一样就也可能有有的话一个画家不止画一 对那个对真迹是最是最好的完成的这个79岁画的又画了三四年还画两幅行吗中国画家有可能一个画他不见得只画一幅他所谓画几年啊有时候有些画家一个画画几年的意思他一来断断续续二来就是画了很多 嗯就画了很多还没定稿那其实很有可能哪一个版本他都不一定满意因为有时候他可能画这个版本他觉得这个版本的这个好那个版本的那个好你有时候很难决定定稿的就我不知道中国画怎么样阳画常常这个状况就一幅画会有好几个本的对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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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奈画那个稻草舵 对啊不同的时间花了很多很多后来有一次芝加哥展览就把全世界的稻草舵全部集合起来还没有全部大部分集合起来十几幅在一个展厅是真是壮观就是说你可以知道五点钟六点钟七点钟就是他不同的这个光彩的变化哎我我我觉得像你们刚才讲这个话比如说说当年的皇帝的口味怎么样啊 我觉得康熙满惨的就不是康熙乾隆满惨的乾隆惨在什么地方呢就你想想看他这样的一个人他有爱好这个东西他的鉴赏力明明不是太高但是问题是他为什么那么有自信就因为他是皇帝旁边的人也都不好意思说也都不敢开口说这让我想想其实我今天有时候见到也有些人是讲一些富豪或者一些领导其实你明明看出来他的文学艺术鉴赏口味是不行的但是他说这个好那个好那旁边的人 一帮学者老师一帮大师在旁边背后那也真没办法这种人真的是历来都很多而且历来很凄凉赵高嘛指鹿为马的故事当时就说说嘛皇帝说那是个马你就得说鹿那就是个马我看王国旺这幅画的整个过历史中间这一个片段我也是想的很久的就当乾隆说这个是好全体大臣那些有很多都是了不得的人都没办法都没办法今天其实也还是这样所以说他们说反正 反而是救了这幅画嘛乾隆写了八百首诗在他认为真的要不然的话无用识卷也给他写毁了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看这个黄公旺的这个画这人这是说是五十还是什么学画最后八八十画这个画就是他咱套用一句在这个这个怎么什么什么语言呢就是说他达到了主客观的高度统一 你知道吗主客观的高度统一你看他这个很多线条啊花这么一画啊你觉得他心里很舒服是抒情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原人写原人上义原人就义就叫义在比先他很舒服可是呢客观上你看他确实是活连活现的山的这种抽象的形状你看他不像西方西方你比如说他搞什么现代意图弄一个他索性给你破坏的搞一个鬼怪的完全不像个样子的东西 他认为那个是他主观的一种挥发对吧但是你看中国要不要追求天人之计嘛天人合一就是说他又是主观的哎但是呢又是客观的又是心象就又是物象就在他画画的这个铜炉啊这个傅存江边上我我去的时候是跟一个美学家叫蒋孔阳 我的老师钱古荣一起去的我们一起我记得在船上我还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找到答案我问蒋先生我说 我说我们很多艺术比方说画人我们都是画最典型的就是最和谐对称光彩就是说这个才是美它是美学嘛为什么对山我们一定要看到怪的山才是美呢典型的山就是那种最大量出现的山我们并不觉得是美呢我也忘了蒋先生怎么回答我的反正我到现在这个问题都没解 哎还没解出来中国有个成语叫胸中有秋鹤这大家知道吗胸中秋鹤或者咱说说的俗气点胸中有城府对吧假如你把城府把秋鹤当成某种山水你想他这个画家他就一辈子他就是他要把你看他画出来的这个山啊这个山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山是什么格局这个山是什么气势无不反映了这个人内心的东西啊嗯这个人内心老辣出来的山就老辣 对吧内心婉约出来的山可能就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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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啊它是新的嗯一种反应所以画的不是任何一座真的山当然我看青山多浮媚廖青山见我英如是这是一个基本道理但是还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啊只有在山上面我这个这个我一直都没到现在没想通这个不过我不知道因为中国人从来对山水的欣赏啊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 都非常不一样嗯就是我们看山水嗯就是我们看山水比如说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嗯西方人他们去游山玩水他们那个山上绝对不提字嗯绝对不科使嗯中国人呢是非常没有自然保护观念的嗯或者说我们是人跟自然对不对嗯但是这很有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老外不这么做呢就对他们来讲那个自然跟他们是隔绝开来的对所以他才说保护自然 让他们保持原样对对中国人来讲哎呀这山好我得把它怎么好在我胸中写出来还还磕上去好像后头来来你看对不对我说的对吧然后我们我们看到个名山上面要没有一些名字我们还不能不大满足呢哎对没错最重要就是要有些叹碑所以你看中国的山水有什么特色啊他好像被人文画过对没错你知道我记得有个画家说法好像张大谦这说法很有意思他说走遍世界各地他觉得最美的山水在中国 嗯但当然有点假不假实但是呢西方你看我就美国的那个大山呢原始性很强都是原始的雄壮巨大的山但你看中国的这个黄山像个大盆景啊嗯他真的怪不得说中国画家说九上像黄冰红还是谁九上黄山他就说这个就跟他的山水画是一样的像人工天工像人弄出来的然后呢他看一万遍之后他不看他自己画一个黄山可能跟真的黄山不一样 他说有一万座山黄山只有一两座 但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山就应该是黄山没错 有些山的历史